来看到台湾中油公司高雄另油厂的五清丁二锡工厂 在六号凌晨发生了火警 这火势相当的大 火苗窜烧20层楼这么高 一直延烧了五个小时才扑灭 在深夜后人巨响 这个惊醒的是沉睡中的这个居民 民众呢非常的生气提议要围场 而高雄市长陈菊也给了中油下达最严厉处分的指令 环保局随即开出总计是200万元的罚单 并且勒令提供